大家好我是迷家 今次又来跟大家讲两句 不过今集的题目就和上一集无关 我想这个系列都尽量不会用 线性一集接一集的方向去做 期望令到每一集的题目都可以更加多元化 因此想听上一集我讲有关资产阶级 接着来的东西的话 就可能要稍等一下了 而今集我要讲的题目就是 人类资源 人种 首先要搞清一件事 我这里讲的人种 并不是讲黑人、白人、黄种人那个人种 因为在生物学的分类上 无论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是属于同一个物种 即是智人 Homo sapiens 但智人其实只是人属之下的其中一个物种 这个地球上面是存在过很多不同种类的人种 而生物学家就将所有的生物 划分成不同的物种 所谓属于同一个物种的意思 就是他们会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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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 就不會傳到給馬 同時馬的DNA也不會傳到給爐 所以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很簡單地解釋 馬和爐其實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物種 我們日常見到的加馬是屬於野馬種的亞種 而爐就是屬於非洲野爐種的亞種 因此它們各自有各自的演化路徑相對而言 西魔和立腸狗雖然看起來是差天共地 但事實上它們都是同一個物種 有著差異極之小的基因 亦都願意互相交配 生出來的狗仔亦都具備生育能力 再可以跟其他狗交配繼續繁衍下去 不過即使是不同的物種 但都可以是同一個屬Genus 例如剛才說的馬和爐 牠們就屬於馬屬Aquis 又或者是獅子 老虎和豹 牠們就同屬於豹屬Panthera 而怎樣分牠們來自什麼屬呢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牠們的學名 基本上生物的學名 都是由前後兩個拉丁自合成 前者就會是牠們的屬名 而後者就是種名 例如以老虎為例 老虎的學名是 炮屬虎種Panthera Tigris 剛才都說了 老虎是炮屬Panthera 所以前者就是Panthera 而後者Tigris 就是老虎的種名 而要再細分的就是亞種 例如在東北又或者西伯利亞地區的西伯利亞虎 就是虎種的亞種 所以牠的學名在種名後面 就會再多出一塊東西 就會變成Panthera Tigris Altica 即是炮屬虎種西伯利亞虎亞種 那代入回到我們人類來說的話 我們叫做智人 Homo sapiens Homo就是代表人屬 而Sapiens就是代表智人種 那就是說我們是人屬智人種 那在屬之上就是Fall Family 例如大家都經常說的貓科動物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同一個科的所有生物 之所以會被分類為同一個科 原因是很多時候同一個科的生物 都可以追溯到某一個最早的祖先 例如貓科動物的祖先 無論是你們的貓主人 還是非洲大草原上面的紅獅 以或是早已經絕了種的劍齒虎也好 牠們都是來自大約2500萬年前的同一個祖先 以目前已知的發現 就是原貓Poallaris 因此說回頭 其實無論是Fall 還是屬 智人從來都不是這個Fall 這個屬的唯一存在 沒錯 雖然我們智人已經習慣了 自己就是地球上唯一的人 那只不過是因為在過去的一萬年裡面 我們的種 人種 只剩下我們智人這條線 而我們智人其實都是屬於人科之下 看起來好像很正常 但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都會以為 我們是跟其他動物完全不同 就好像整個科整個屬 就只有得知人存在 沒有任何的祖先 也都沒有任何的兄弟姊妹 遠親近戚 但事實上 我們所屬的人科 是有很多個屬 很多不同的成員 總括來說 一大堆大元 我們目前已知最相近的親戚 就是黑猩猩 大猩猩 和婆羅洲猩猩 不過實際上 我們還有更加多相近的兄弟姊妹 因為人類Human這個字的真正意思 其實是屬於人屬的動物 而在地球的歷史上 並不是只有我們智人這種人類 在地球上出現過 人類早在史前已經存在 早在距離現今250萬年前 地球上已經有一些非常類似現代人類的動物 例如你回到200萬年前的東非 你就很大機會會見到這群好似人類的動物 不過 直是經過世世代代的繁衍 牠們和其他共享棲息地的生物相比 當時這些史前人類好像都沒有特別的地方 牠們的天性和黑猩猩 乏乏又或者大笨象都好像沒有什麼不同 例如剛才說過 在大約250萬年前的東非開始演發的祖先 就是來自一種更早的元素 南方古猿 而在大約200萬年前 東非的這些遠古人類 有部分離開了家園 而搭上旅程 足跡遍及北非、歐洲和亞洲的廣大區域 由於身處的環境截然不同 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不同的特徵 因此人類也開始朝著不同的方向演化 於是人類就發展出幾個不同的物種 例如在歐洲和西亞的人類 一般我們熟知的簡稱就是尼安德塔人 意思就是來自尼安德谷 尼安德塔人 對比起我們智人來說 尼安德塔人就更大隻 肌肉也更發達 所以他們的身體結構 令他們可以完美地適應到 歐亞大陸在冰河期的寒冷氣候 包括在2010年就有研究指出 鋪分煙多人有好機會是遺傳有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因此究竟尼安德塔人是應該被歸納成單獨一個種 還是我們智人之下的一個亞種呢 其實學界都還沒有定案 而至於在東南亞的印尼爪哇島 就有著梭羅人 拉丁文的意思就是來自梭羅谷的人 而他們的身體就十分適應熱帶的生活環境 而同樣在印尼 也有另一個叫佛洛瑞斯 Floris的島仔 在這裡就有著現實世界真是存在過的哈比人 佛洛瑞斯人 佛洛瑞斯人身高不夠1米 體重不夠25公斤 是名副其實的小藝人 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那在這裡我就要介紹一個理論 就是叫做Forsters Rue 福斯特法則 在1964年 鮑魚動物學家 John Bristow Foster 在世界權威科目期刊 《Nature》上面 發表了一篇名為 《鮑魚動物在島最上的演化》 《The Evolution of Mammals on Islands》的文章 裡面就講到 他對116座島上的物種 進行過研究之後發現 一些動物跟他們在大陸上的同類相比 是會出現體型上的差異 有些會變得更加龐大 有些就會變得越來越細粒 他就認為 之所以有些島上的動物 會變得越來越大粒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缺乏天敵 而有些島上的動物 會變得越來越細隻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缺乏食物和資源 如此推斷的話 當時來到佛洛瑞斯的遠古人類 很大機會因為某次的海水上漲 令到他們跟大陸完全隔絕了 被困在佛洛瑞斯島上 然後在島上的時候 由於資源十分短缺 那些本來生得牛膏馬大的人 他們維持生命所需要的食物 就相對比較多 因此第一批在島上餓死的 就是這一批牛膏馬大的人 而生得矮生得細粒 在這些環境之下 反而成為了生存的優勢 因此在經過幾代之後 佛洛瑞斯的遠古人類 就通通都變成了小矮人 而這個就是佛洛瑞斯人 雖然他們的腦容量 相比大陸的人類小 但他們還是會製造石器獵薩獵物 例如去獵薩在島上 同樣都諸如化了的佛洛瑞斯劍子像 提案說 在同一個島嶼上面 亦都有另一個頂級捕食者 就是已知陸上最大蜥蜴 古巨基 啊不是 是古巨式的親戚 地球上現在現存唯一一隻龍 就是大名鼎鼎的科莫多龍 他們是和佛洛瑞斯人一起住 不過佛洛瑞斯人都依然捱得過來 直至在大約五萬年前 在大陸上 來了他們那堆牛高馬大的親戚之後 智人很快就成為佛洛瑞斯的唯一人種 甚至去到2010年 科學家在西伯利亞的丹尼索瓦 Denisovar 的動院裡 發現了一節已經變成化石的手指骨 又再為人類這個大家族 增添了一種成員 手指骨的基因分析證實了這個人種 是過去不為人所知 而這個就是丹尼索瓦人 在歐亞大陸的人類不斷演化的同時 其他在東非的人種的演化也都沒有停過 例如有來自老道夫戶的老道夫人 或者是會使用工具的匠人 最後就當然不少得我們自身的人種 智人 沒錯 這個世界上是曾經存在過很多不同的人種 而一種常見的錯誤 就是因為人種是線性發展的 即是很多人都會以為是由一個人種 進化到另一個人種 例如由直立人變成尼安德塔人 而尼安德塔人到最後就會進化成智人 就好像以為地球在每一個時間點上面 就只有單一人種 而其他的人種都只不過是我們智人的祖先 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 在幾十萬年前的地球上面 就至少存在著六種不同的人種 而中觀整個自然世界的歷史來看的話 其實過去多種人種共存才是常態 而現在地球上面只存在一種人 這個才是異常的狀態 雖然人種與人種之間有著很多不同 但人類都有幾項相同的特徵 其中最顯著而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我們的大腦是明顯大過這個世界上任何一種動物 舉個例 對於一隻60公斤重的暴雨類動物來說 牠們的腦容量平均大概是200立方尼米 但早在250萬年前 最早期的遠古人類 牠們的腦容量就已經有600立方尼米 至於我們現代智人 平均腦容量就更加高達1200至1400立方尼米 而最神經病的就是 以至地球上出現過最大腦容量的 並不是智人 而是尼安德塔人 牠們的腦容量甚至比我們現代智人更大 而用達爾文的物敬天窄 Natural selection 來解釋的話 令到我們人類腦部越來越大 令到我們可以有著比起其他動物 都發展出更加高智能的優勢 很多人都會認為這是一種進化來 問題在於 如果物敬天窄的發展方向 應該是偏向腦袋越大 智力越高的演化方向的話 為什麼貓科動物在經過演化之後 除了叮噹之外 就沒有出現過 懂得玩量子力學的貓 而只有得比蝕丁格玩的貓 究竟為什麼中觀整個動物界 就只有人屬 可以演化出比例如此龐大的思考器官呢? 我是米家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說多兩句吧 下次再跟大家說多兩句吧